央行的打房政策效果出来了吗 根据最新的第三季中股市场代售存量的数据统计出来了 现在是突破10万户 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次高 而且不排除第四季还可能再继续增加 这也显示出来就是投资客开始出走的讯号已经亮起 当中有哪些区域的影响会是最大的呢 房市专家分析可以从地点还有市出量以及总价来观察 好来请进 我现在为你介绍的这一个是格局标准的一加一房 进到屋内能感受到明亮空间还未属于边间格局 开创后通风舒适 但碰到房市景气大反转只好先租不卖 幸好地点精华已经进入签约阶段 但听听房仲第一手观察 现在房子真的不好卖 过往呢在这个央行第七波打草房之前 也就是差不多六月以前 那个时候呢房市还相当的火热 几乎每天都会有客人要约看房子 但现在的状况是一个礼拜 如果有一组待看的话就要拍拍手了 也就是大家都是一个观望的心态 在央行打草房效应发酵下 从数据可以看到今年第三季中股市场的代售 存量逆势增加突破十万户 创下历史同期次高 当中以台中市最多超过两万七千户 其次为新北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二户 接续桃园高雄台北都突破万户以上 显示投资客出走信号已经亮起 一千五百万以内的房子 最多就是不要超过两千万 这样的房子呢基本上还是有它的市场心在 相对的有撑 所谓的造政区 重化区 余物量很高 点灯率很低 的这些地方呢银行看地点 它可能也会不敢放贷给你 房市氛围渐渐转变 大家更好奇的是价格怎么变 根据信印大台北房价指数 大台北地区九月房价指数 落在一百八十点零八 年增百分之十二点六六 虽然创新高 但月增百分之零点零八 已经出现明显熟练 部分的这个个案呢 或是说比较热门的区域呢 可能是有比较好转手 或是说比较热门的小宅物件 这样的物件其实还是有创高价的这种机会 如果是重能期待这个房价下修呢 目前来观察是可能下半年度 或是说明年才比较会有机会出现 专家分析房价如果要出现有感修正 可能还需要半年左右的观察期 但可见的是刚需买盘有限 投资质产比重比较高的区域 将会受到不少冲击 记者副一文严林凯台北 相报导